大家好,批评书,继续关注土工国的事情啊 说今天北京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包子迪还不知道 说包子迪有些个手下知道了 但是不敢告诉他啥事呢 说在北京的好几个冬奥会的场馆 还有路上说出现了一些个叫藏头的那个标语 就是有几行字大家中国人都懂的 用汉字的那种玩法叫藏头诗 藏头诗有的是在中间 有的是在后边 有的是在前边 最难以辨认的是在中间 有几个字 说这个其中把它合起来的话就是习近平下台 包子迪下台 说这个事现在整个北京的一些个人都在说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说之前我们不是说的吗 深圳有一个哥们儿啊 习近平下台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看到了 包子里把他做成了一个大案要案在查 没查出个名呢 哎到目前为止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还不知道 有的人说姓李 还有人说姓习 哎呦我的天挺好玩 也不知道道理性是吧 反正到目前为止不知道啊 反正就是打出了一个标语习近平下台 说这个东西 习近平下台这个东西 现在出现在北京的奥运场馆 路上标语 哎 习心的人看见了啊 也是把这几个字牵进去了啊 就习近平下台 藏头标语 这个反革命的水平挺高啊 我们都知道 当年毛泽东要收拾这个习农勋的爹啊 习农勋的爹就一个罪嘛 利用小说反党 哎呦哎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的有些个恨包子 恨得牙痒痒痒的 也开始利用这个藏头诗 这么一个中国古老的这么一个文字游戏 在反习近平反党呼吁习包子下台 可见习包子下台真的是人心所向啊 至少党内的极得理者 有点开眼界的知识分子和这个 对享受到国际化的这个开放这个收益的年轻人 都希望包子里滚粗啊 因为他如果不滚的话麻烦大了去了啊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啊 到目前为止 没说包子里不知道啊 包子里没文化嘛 他看他也看不懂 那需要细心的 你要看得见的 但是中国很多个民间的所谓的算命的呀 这个摸着这个孤零的小手看手相的呀 他他们对这个东西特别熟悉是吧 你有点胡子啊摸一摸胡子 藏头诗里面有里面有五个字啊 包子下台四个字啊 习近平下台 可见是人心所向 共产党也搞这个事情呢 说共产党在贵州一个什么地方啊 说我发现了一个啊 叫做什么啊 新时期时代的一个山谷里面的一个标语 把一层这个土炮开以后 发现里面有一个非常古道的标语 这个古道的标语写什么呀 中国共产党万岁 是吧 经常搞这些事情 还有人说 还我们也以前也看见过 说一群农民 一群渔民打鱼 突然从鱼肚子里面发现一张纸条 哎呦 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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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秦始皇要滚粗 是吧 哎呦秦始皇滚粗 这种事情经常搞的啊 所以现在北京的这帮人 他狠包子也狠得牙痒痒 他又不敢公开的反对 共产党的这个 他的体制内 是没有人公开的反对包子也 你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在这里造谣传谣 我们在这里扯闲片 都是不封着矣 都是分析知道吧 都是你 你因为我们叫做叫做当局者迷嘛 旁观者亲嘛 我们看得见啊 这这有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 他一定是在暗中在暗粗粗在搞事儿 但是他不敢公开反 因为公开反你就死了嘛 是不是公开反你你你你立马就进监狱 习包子绝对不手软是吧 但是不排除他们搞各种幺蛾子啊 搞各种旁门左道 所以现在包子的下台成成为了北京的奥运 冬奥会的现场的标语的藏头标语 因为中国人的智慧真是博大精神 习包子书念的太少的看不懂啊 但是共产党的官员 他反包子义 他怎么反的呢 你一定要记住王岐山这个人的话 我有时候爱听的啊 这个北京这个圈子里面 据说有那么几个人呢 说话是最精彩的 你现场听你会 你会非常的觉得经典 啊 当年我跟大家推过推荐过的 就是周周孝正老师 你现场听他讲话 比你看看他的视频 那要有趣一万倍 知道吧 还有这个北京大学有一个老师 经济学家啊 他以前是赵紫阳的身边的 这个年轻的学者啊 赵紫阳不死的话 赵紫阳不垮的话 他肯定是当官的啊 就周启正周老师 周老师讲话呀 也是现场极其有魅力 你就 他也没讲什么别的东西 但是你就觉得有魅力 知道吧 口才那叫一个了得 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现场讲话 你听他讲话 无论是酒桌上讲话 还是看他跟彬彬同学在里 一边一边讲话一边亲热 那都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有现场感 非常有清和力啊 非常有感染力 能抓人 所以你看王岐山 我们这些人也没有机会去当面听他讲话 是吧 但是你有他电视上放的出来 你看他没有 王岐山讲话的话 那个表情非常的生动 他在新加坡就讲过嘛 他说有两种这个做人的方式啊 或者是处理人的方式 一种是棒杀 是吧 一种是捧杀 你听到没 他讲的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东西才是共产党内斗的真相 棒杀这个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共产党他就即便是周永康 即便是薄熙奶你都看不见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们棒杀 最后你是看到一个结果 他们之前有多少惊心动魄的过程 你是看不见的 但是捧杀这个东西你是看得见的 他们说包子迪啊 现在就是一通乱搞呗 是不是 就是一方面呢有人在棒杀他 比如搞了一个藏头标语啊 包子迪你要滚错 包子迪下他一些移民下台是不是 但是都是按错错搞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捧杀你看得见 说北京今天又又出了一个特别高 搞笑的事啊 说这叫做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浓重挂牌成立 而且还是国务院的这个部门搞的啊 搞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啊 说这个李克强对此挺重视 但有的人就是看不懂这个东西啊 有人就说啊李克强他不气死了 是不是 李克强是经济学的博士 他肯定懂点是吧 他老是逆灵嘛 那你席包子里有什么经济学的思想啊 你不是开玩笑吗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是有的人也许就是李克强在捧杀他 我就给你堆一堆帽子 我看你脸皮有多厚 知道吧 这个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智慧的啊 就是我搞一堆那个炭火 那么架在你的什么脑袋上 你知道吗 我轰死你 我热死你 我看你脸皮有多厚 我看你流流汗 知道吧 哎 这个东西它是有的 叫捧杀 知道吧 经济学 习包子经济学研究中心 我真的我是学了点经济学的 我觉得 简直是对我是奇耻大肉 对我是一种侮辱 那北京是中国的经济学 虽然水平不咋低 在世界的经济学也排不上什么地位啊 但是再怎么低也还是有人 那是不是刚才我说的周琴仁老师 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 张伟寅老师 汪丁丁老师 是不是多少人呢 吴景年老师 立林老师 又毛玉生老师 个个都是经济学的科班 是不是完了以后 现在都要学习近平的经济学的思想 你不觉得这是等于是习近平 当着全世界人的面 把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 夸夸夸给了几个耳光吗 这就是中国现实非常荒诞 这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想象力啊 这个是他的荒诞之外 还有一种捧杀的成分 真的不骗你啊 比如说今天央行也又出了一事 你说现在中国经济难的不行了 是吧 没有整个实体经济都死了 是不是 房子也不行了 地卖不出去 完了以后你这时候应该要什么呢 应该要好好的什么的 首先是开放 完了以后是扶持中小企业是不是 哎把这个房地产停就停了呗 痛苦的熬一段时间就过来了 让市场自动出清 这才是正二八经的建设性的思路 但是不 央行今天又搞了一个事情啊 说要说要这个什么 要准备超发货币了啊 所以国内现在也有这样的文章 我觉得挺好玩的啊 这个还没有 说央行最新表态 金句子一个接一个啊 说什么呢 说两说什么 17号人民银行突然下调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公开市场 立会国操作中标利率 中标利率 这是在2020年4月以来 首次下调政策的利率 还有这个双双下调了十个基点 完了以后降息 然后又降准 又然后又又又又又说要搞这个什么 要把货币政策的工具 相开的是再大一点点 那头猪都知道是吧 这就是准备要重新超发货币了呗 超发货币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你想想现在已经是太多的泡沫了 你超那么发那么多钱干嘛呢 发那么多钱搞成什么津巴不韦啊 搞成当年的这个民国的最后两年的叫什么 叫金元券呢是不是 搞各种东西啊 最后就是你会发现 人民币的话一万块钱 估计买一颗白菜都有可能啊是不是 这个东西以后是要上史书的 那在谁的手上搞出来的呀 那是在吸包子的手上搞出来的 人民币通货反常严重的不得了 他们说如果是现在人民币 如果是国际挂钩的话 绝对是一美元兑一百人民币 到这个程度啊 现在只不是hold着 hold着它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可以欺骗老百姓 第二可以给这个吸包子脸上贴金 这是我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超发货币 为什么呀 因为你现在超发货币 或者说他们说要鼓励这个韭菜啊 中国老百姓春节啊 你不是有时间赶紧买房子 谁还有那么多钱买房子呢 是不是 一头猪都知道现在经济不好 那么多人失业啊 是不是 像我们的这个家里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财政情况还可以 我都不敢买房子 为什么呀 因为我对明年或者对今年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我还光望 第一我不知道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 第二我也不知道我今年 还能不能够像去年一样 赚赚钱赚的这么顺利 不知道你的光望一段时间 至少春节这一段时间 你千万啥都不要想 你动都不要动是吧 比如啊春节没事干 我去买套房子 把家里的钱全花出去还贷款 那你死如果是经济不好呢 是不是 如果大家都实际经济垮了呢 那怎么办呢 你家里没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啥都别干 别动啊 别动躺平最好的办法 但是你看央康他不是这样子 央康他就在春节前后 他就开始忽悠啊 我要超发货币了啊 我要把这个货币的操作的工具 像开大一点 我使劲搞 这个包子鸡当上高兴了 他又不懂是不是 哎呀发点货币呗 然后他还过个春节 我操 其实他这是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统杀啊 然后他跟习近平汇报啊 习主席啊 我们现在经济形势向好啊 多发点钱呢 让老百姓过一春节啊 然后喊习主席万岁 不挺好的吗 是不是 所以一切的一切 你把它合在一块看 你就发现呢 中共所有的官员都在作局 真的在作局 就是一方面呢 有些人呢 在那里棒杀 在那里搞妖娥子 比如说深圳有人说 习近平下台 然后北京的人告诉我的 中国的年轻人 是没有这样的胆量的 我们现在说啊 这个人很有很有勇 我告诉你一定 背后有人支持他 所以习包子说严查 这是绝对是条件反射 绝对是合你的啊 一方面呢 又是你看到没有 北京出现什么藏头诗 藏头标语 习近平下台包子里滚粗 是吧 完了以后呢 又是习近平经济学的研究思想 经济研究中心成立 完了以后 央行超发货币 为习主席这个经济 要把它搞起来 你两方面其实都是支离于一个目标 就是把细胞子把它轰下去啊 让他呢 在一片欢歌声中 让他在一片骂声中 两方面同时搞他 他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所以你看土工中国的政治 你真的还要多一份心思 因为中国人都是要说话 他不说清楚的 你看上去是在跟你握手 其实是让人家背后想捅刀子啊 很复杂 中国人世界上是小心思最多的人啊 所以以前我们也说过的啊 一个人如果小心思太多 你就他有多远滚多远 他们说中国的男人也是 你如果是你是个有档次的男人啊 有点有点有点眼光的男人 你看那有些个女人 长得跟一个小绿茶婊 是不是长得很很清纯 但是一一脑袋的小心思 这种女人你就有多远滚多远 你知道吧 但是中国的人各个都是小心思 尤其是官场上的人 所以这种人 你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是不是能滚就滚 不滚你就闭嘴 谢谢